歐主任你好 你好 很高興又見到你 那在這個子埃協會呢 我們今天是成立大會嘛 那我剛剛聽了有些事情也蠻感動 然後也是蠻有感觸的 因為我們都是第一代generation 那現在政府也這樣子蠻幫助我們台灣來的 的這些年輕人 那我也聽說現在的年輕人從台灣過來越來越少 只有兩萬多人是不是 對對對就是說這個最近的一段時間 台灣的留學生越來越少 那一方面是跟少子的話有點關係 那麼所以在我們的這個社區啊 一方面青年人他面臨很多的挑戰 比方說他需要找工作 他如果留下來當作新移民的話 需要為家庭賣力 所以我們在這個整個橋界跟青年之間 真的比較缺乏一個直接的一個平台 能夠大家一起來交流 並且呢把我們這個所謂的前輩們 這樣辛苦的幾十年下來 很多的我們台灣來的移民已經有很好的成就 都是企業家 那怎麼樣把這些企業家 他們的力量能夠把它集中起來 透過一個平台來幫助這些台灣來的留學生也好 或者說要留下來的新移民也好 甚至於有些是屬於我們的台灣來的第二代 第一點五代 所以這個協會的成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令人興奮 而且非常開心的 因為這樣的一個協會在我們 不要說南加州啦 在整個美國來講都可以算是第一個 那這個協會的成立過程也相當的辛苦 大概經過一年的時間的籌備 那我們一直在支持他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台灣來的青年那麼優秀 台灣的這個文化 台灣的這種多元民主啊 這樣所培育出來的年輕人 那應該值得我們去幫助他 同時呢 這也是一個傳承 就是說我們前輩的一些成就 要有人傳承下去 他們來繼續打拼 然後他們再傳給再更新的一代 所以這個協會我想 他的這個成立的這個 他的這個願景啊 或者他成立的這個宗旨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麼可是要把它做起來做好 就需要大家的支持 所以這個協會基本上是一個跨評 就是跨社團的 它是很多社團 都有一些年輕人的這個所謂的青年團 但是呢 現在並沒有一個 能夠跨整個我們僑界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一個協會 所以我就很支持我們田怡宏會長 創業會會長 那他也非常的這個 不但是有熱情他也付出很多 所以我想這個協會成立只是一個開始 我希望呢 未來我們可以集中這些企業家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的年輕人 那我們台灣的青年在那邊發光發熱 也是把我們台灣發光發熱 是的 那聽起來好像我感覺喔 就是說在辦身份的問題 好像比較占大部分的問 沒有錯 因為現在這個H1B或者是 所謂他們這個畢業的第一年 他可以留下來工作 可是時間很短 而且這個能夠找到的工作 也非常的競爭性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至少我們台灣來的企業家 台灣企業要優先去 來聘請這些台灣的留學生 然後幫他們辦身份 那當然這樣的需要很多的這樣的努力 以及呢 我們希望能夠發揮我們台灣人這種 愛我們台灣青年的精神 讓他能夠為台灣來留學生 如果他肯拼的話 如果他有這個心的話 一定會有錢來幫他們 那事實上天一宏這個創業會長 他本身就已經請了很多台灣來的青年 那我相信這樣的一個精神 能夠透過這個協會 我們來發揚光大 那我們也希望青年們呢 要能夠非常的努力 就是說不要讓說長輩照顧你 讓他們覺得說 你自己都不努力 這樣的話就沒有辦法能夠幫助大家 所以我相信透過這樣的協會 不但是工作的機會 還有他們會辦很多的研討會 或者說給他們一些的找師的指導 帶他們參觀很多的企業 種種的活動 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說 我們要用實際的行動來幫助 我們台灣來的青年 是的 是的 謝謝你 謝謝 那將來就是說 我們還是鼓勵年輕人 要多參與這個協會 好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